近年来,海军陆战队不仅规模不断扩大 除了原有的05式两栖突击车 还列装了火力、机动力以及防护能力 都更胜一筹的15式轻型坦克 2021年6月,央视曾报道说 15式轻坦列装海军陆战队谋侣后 参与了海陆空地体协同登陆演练 2022年8月,学习军团微博号发布的一段名为 《40秒领略战争之神的威力》的视频显示 东部战区海军陆战队谋侣 已经换装了155毫米口径的某新型车载榴弹炮 可以凭借优良的机动性和强大的火力 为海军陆战队的登陆作战和纵身突击行动 提供精准的炮火支援 而作为空地融合、海陆一体的三期利刃 自2017年调整组件以来 海军陆战队便拥有了自己的航空兵力 作为海军陆战队的专属空中力量 陆战队员任务拓展到哪里 航空兵的航迹就要跟进到哪里 今年2月20号 央视军事报道了海军陆战队谋侣实战实训 锻造能飞善战的陆战雄鹰的事迹 报道称 该旅作为伴随改革强军浪潮诞生的新制作战力量 是加速海军陆战队从平面到立体 由两栖向多维转型的关键一环 据悉目前世界上拥有附属航空兵力的海军陆战队并不多 其中的代表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除装备直升机外 还装备了大量的战斗机、运输机甚至是空中加油机 而中国海军陆战队也拥有了自己的航空兵力 意味着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新制作战能力得到又一次跃升